这几年 立陶宛在新闻里比较活跃 让许多人对他有了一定认识 这名字触听起来像是在描述 气面 立陶宛 立着的陶宛 听着这顿后老师 立陶宛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今天 九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 立陶宛共和国 位于波罗的海东岸 地理位置上属于欧洲的中心 是波罗的海三国中面积最大的 约6.35万平方千米 和通辽差不多大 人口约280万 也和通辽相当 这280万人中 约85%是立陶宛族人 俄罗斯族占比6% 在前苏联的众多小地中 是俄罗斯族占比最小的 当年 苏联为了变域控制 往东欧邦国移民了大量族人 顺便从这些小地中 纠结了许多人 去西伯利亚种土豆 同时在这些邦国中推广俄语教育 但立陶宛海岸线短小 没有像样的海港 本身油气资源也比较匮乏 俄罗斯人就不让看好的 不怎么愿意来 也正是因为 在种族结构上不知亏 立陶宛的恶化程度并不高 对俄罗斯的敌视态度 也十分坚决 在苏联15个小地中 第一个翻脸宣布独立的 也是最早加入北约的小地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立陶宛用两个国庆日 并且都是法定节假日 立陶宛人会在这两天 举行隆重的仪式 庆祝他们的两次独立 另一次独立是在一战结束以后 这两个国庆日 是立陶宛民族历史悲剧的见证 他们的官方语言是立陶宛语 但这门语言在日常生活中 并不受待见 尽管强调去俄罗斯化 他们仍然大多使用俄语 要去掉这层烙印 难咯 从经济层面看 立陶宛似乎是一个发达的强国 人均GDP高达2万欧元 食品 莫载 生物科技 尤其是激光技术 都在世界上名利前茅 这么说当地人的生活质量应该不错呀 实际上呢 该国贫富差距很大 立陶宛普通人均月收入只有约1000欧元 远远低于欧元区平均水平 近年来欧元汇率不断贬值 物价不断上涨 当地物价已经与欧元区平均水平相差无几 这意味着相比于欧盟其他国家 立陶宛人的生存压力要大得多 许多立陶宛人不得不背景理想 去西欧国家谋求发展 留下来的人依然背负着巨大压力 许多人成天酗酒无度 依靠酒精沉浸在幻想中 也好过面对现实 当地人均饮酒量比俄罗斯高得多 舒文华说 当对生活的恐惧大于对死亡的恐惧 人们就会选择死亡 这似乎是一句废话 但也道出了立陶宛人民的无奈 立陶宛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 当地男性的自杀率甚至是女性的无悲 他们苦于工作生活压力 不得不寻找最后的解脱方法 立陶宛人已经在岁月仍然中 摩失了以往的民族认同感 自读里来 已经有100万人在国内混不下去了 并且出国移民的数量仍不断增加 随着近几年失去了中国的庞大市场 他们的路只怕是会越来越难走 不像现在 立陶宛的祖上曾经十分的枯绰 当年还叫立陶宛大公国的时候 他们是整个东欧最强大的国家 横跨在亚欧大陆上 从波罗的海一直到黑海都是他们的江湖 总面积达到了110多万平方公里 可自14世纪以后 这个国家就开始萎靡不振动起来 不是在和别的国家腻外 就是在被那些国家爆锤 让无数统治者轮番占领 这个处在欧洲中心的立陶宛 战争就没怎么停过 上千年的种族混血 使得这里的美女比例奇高 打街上总能见到许多高挑纤细 面容较好的美女 当地的女性十分奔放 此生活很人随意 甚至不少人十五六岁就做了妈妈 即使结了婚也不太安分 找情人的特别多 据说85%的家庭存在婚内出轨 因此离婚率也高达70% 那些背景离乡的立陶宛女性 许多也凭借自身出色的外在 成为了西欧国家风俗业的一颗洛丝顶 那立陶宛人不爱笑 也许是头大的生活 也许总是阴雨连绵的天气 让他们总板着面孔 门与间有一股优异的气质 立陶宛人的饮食偏油腻 一般以面包和乳制品为主 顿顿离不开火腿香肠熏猪肉 国内有名的哈尔滨红肠 人家的祖籍就是立陶宛 是立陶宛人被苏联送来 建设大西伯利亚的时候带过来的 这也算立陶宛干的为数不多的一件好事吧 你觉得立陶宛还干了啥好事呢 请在评论区留言哦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麻烦各位看官 用你发费的小手赶来个点赞 关注呗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